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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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ing 爱 怀你了 天地间 风雨忽然变 有情 忧义的人 都要回来 爱 从未来 生死注定的来世再爱 都 断了太久苦尽无奈 扎成谁终来 追随谁是真爱 今生体验过 从人生就未来 见到这生死 无法也能摆 这真正好心动画灿烂的开 爱很经常 但生生虚实 心执着平年为你存在 多遥远的路 都阻挡不住 再次拥有没距离的温度 世心思有 再生生虚实 用爱一动 想用错过了解爱 做一天祝福 再默默相助 恐怕你以后不辞 总结有堆路 《猎神》 岂说 《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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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叫贱了 还真的这么贱 非要跟着我 你逗逗过我吗 等你做人再说吧 中国 请收 那手机 你该来的时候不来 我现在打不过人家了 你快来救我呀 这么快 好 好 你 打他呀 打他呀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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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你怎么样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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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不吃东西啊 你是不是也饿了 你回答我啊 大小姐啊 你回来得正好啊 刚才这顶头盔啊 一闪一闪的 好好地头盔怎么会闪啊 真的 它真的在闪啊 像眼睛一样一闪一闪的 大小姐啊 相信我 别叫我大小姐了 叫我雪剑吧 这就是你丫鬟拿给你的东西啊 嗯 花莹她没事吧 她很好 你们睡就好啊 雪剑 这些年看着你成长 增添了爷爷不少生趣 可是少华健老 由生趣开始变成忧虑 爷爷不能照顾你一生 以后只剩你孤独一人 怎能放心 曾有高人指点 说你真正的有缘人 拥有另一半玉佩 可是等了十八年 这人一直没出现 也许是传说不可尽兴 曾经鼠山长青就是爷爷 心中最佳的托付人选 只可惜长青一心向道 与雪剑无缘 爷爷赚回来的生命 就快走到尽头了 唯望你能遇到一位 对你全心全意 爱护有佳的男子做归宿 爷爷泉下有之 也得安情了 你怎么了 看见你伤心 我也很难过 好了我没事了 咱们去吃饭吧 吃饭了吃饭了 原来老大弄了这么个东西给你看 难怪一直不准我打开呢 咱们去吃饭吧 菜牙他人呢 他去找你了 请愿是诚明 总没有 他去城邝庙面找我了 是啊 那我去找他 为什么就不能吃了饭再出去找呢 你别再吓我了 你你是不是饿了啊 给你馒头 别再炒了 龙葵千年不灭如秦而已 古江国公主被封印在魔剑中千年 只为了等待与王兄重逢 王兄 王兄 王兄你醒醒 你曾经承诺过 不再离开龙葵的 鬼啊 姑娘是你啊 那些流氓他们放 你才是流氓 你一个姑娘家怎么那么不正廉耻啊 见得来了就报 不要走 龙葵终于寻得王兄 龙葵立世 此生此世 再也不和王兄分离了 龙葵要拥抱王兄左右 不管世道如何 你再来掺散我们兄妹俩 王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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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龙葵啊 不要这样 你不认识我了吗 你不要这个样子好不好 王兄 龙葵真的好想你 这 这是干嘛 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 姑娘 王兄 姑娘 第一次见面 你不要那么冲动好不好 就算你真的看上我了 这感情也应该是慢慢培养的 对不对 你我岂是初始 你是王兄 是龙葵的王兄啊 什么王兄王妹的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 兄 妹 你我兄妹之亲 血脉相连 姑娘 我一没色二没才的 你就放过我嘛 王兄怎会对龙葵如此冷漠 是龙葵如同陌路 是龙葵犯了什么错吗 好好好 你没有错 是你认错人了 小妹妹 我们从未见过面 我怎么会是你哥哥呢 你是 龙葵只为与王兄重逢 近千年相思 龙葵岂会认错 你肯定是认错人了 我老爹跟我老娘 除了生过我一个儿子以外 就抱养了一个冒冒 我没有别的兄弟姐妹了 王兄且看清楚 看清楚啊 理直不尽我看不清楚啊 你不会说我老爹 在外面跟别的女人 生了私生女吧 怎会如此 龙葵乃正同王祖血脉 与王兄同为母后所生 王祖 王祖 那我老爹是皇帝老子 得了吧 你别骗人了 王兄未处太子 尊贵显赫 王兄怎能忘记 你说我是太子啊 谢谢谢谢 最近还有人说 卧室就是大侠呢 不如你告诉我 我还有什么别的身份啊 国家大事 王兄怎能如此轻跳 江国正直战乱 王兄万事皆以复国为先 王兄怎能将之抛制于脑后 小妹妹 你要跟我一样出来混啊 就多看点书 江国 江国打在一千年前就被灭了 你说你是江国公主 那你有一千岁了 我看你最多也就十六岁嘛 哎呀 还是早点回去 洗洗睡吧 啊 一千年 那 今夕是何年 三岁小孩都知道 你还问我 一千年 已经一千年了 哎呀 你又怎么了 难怪万物皆变了 王兄为人贪图也变了 甚至 连龙坤也忘记了 嗯 出差主地龙坤在上啊 啊 啊 这是这这怎么搞的 为什么最近老是婚肠怪人怪事啊 快走吧快走吧 快走吧快走吧 快走吧 哎呀 哎呀 你不要哭嘛 你有什么事情你跟我说 到底有什么事情要解决的 嗯 龙坤一身一装 皆被烈火缩分 嗯 这个好办 我去帮您找 王兄 嗯 王兄可是为龙坤带来广秀流仙群 啊 啊 广秀流仙群 嗯 那可是一千年前不朽不符的王公宝物啊 哎 你想把文物穿在身上 啊 王日龙坤所穿的 真是自屈 佩服 真是佩服 看来小妹妹你 出来骗人 还是看过不少古书资料的 嗯 龙坤岂会欺骗王兄 求王兄应成 嗯 若没有广秀流仙群 龙坤宁愿不穿 不穿不行 哎呀 为什么我偏偏知道他在哪儿呢 真是 多谢王兄 我没答应你啊 嗯 好了好了 那你待在这儿等我 别乱跑啊 嗯 饿了 就吃点贡品 嗯 王兄 别再舍下龙坤一人 你看不到我吗 你看不到我吗 不要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是谁 我才问你到底是谁呢 我警告你 不要试图打她的主意 不则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就凭你 我跟她 是全天下最亲密的 任何人都比不过 你休想介入我俩 好笑 你不过是今天才冒出来的野丫头 就头快送爆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才好笑 我跟她认识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我跟她 早在千年前就已经认识 千年以前 你荒谬 我警告你 马上给我滚投眼圆的 不许再接近她 本来我还不屑跟你争 但你这样说 我偏争不可 你敢 我让你看得起 清楚楚 知难而退 王秀流心情 爱 派你来 天地间 风雨忽然变 有情 有意的人都要回来 爱 爱 从未来 生死注定的来世再爱 都 等了她就哭尽无奈 爱很纠缠 但生生世世 心地执着的信念 为你现在 多遥远的路 都阻挡不住 再次拥有没距离的温度 诗诗诗诗又 再生生世世 又爱不懂 相拥 错过了最爱 从以前祝福 再默默相助 恐怕每以后不辞 却留对路 再生世世 凤昭 园 够的温度 虽然 猎地 和小福 拥有 呀 有 你 萬一 你 人都要回来 语言我来啦 凝顺 我回来啦 小妹妹 你在不在里面啊 王秀回来便好 杜柳龙坤一人在黑暗中 龙坤害怕 好了好了 你不用怕了 你看 我帮你把衣服拿来啦 明贵的啊 别弄坏了 谢谢王兄 还什么王兄啊 赶快换上吧 那我们不是说 珠婆来城荒庙了吗 王兄 王兄 你穿好了 王兄 你穿好了 跟王兮 王兄送龙葵的一模一样 你穿着还挺好看的嘛 还满下个公主的吧 龙葵本就是公主啊 好 公主殿下 那你有没有见过 那你有没有见过一个 穿白衣服的女孩子来找我呀 她长什么样啊 她 哼 她除了头发长也没什么特色 叶妮耳朵鼻子都挤在一块 没什么好看的 妖怪啊 你怎么一有机会就抱我呀 她不是妖怪啊 她只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 她就许剑 你见过吗 龙葵一直未见有人来过 这都怪了 那猪婆到底去哪儿啊 回来了回来了 总算能吃饭了 非得等你回来才能吃 干嘛收拾东西 你要走啊 不够明显吗 还要问 每天又可以省回三十文了 你怎么帮我告诉那个死菜牙 叫她以后再也不要来找我 等等 老大没有去城华庙找你吗 她找我 我看她是去找 那个没穿衣服的野丫头吧 怪不得老大回来拿了一件什么 广袖什么流仙裙的就出去了 原来那个女的没有穿衣服啊 什么啊 胆子也太大了吧 仓库里面的东西不贵的 她还不拿 老大只是借又没说不还嘛 借 那老板点完仓库发现没有了 怎么办呢 你负责啊 你怎么总是 好了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说 她不就是跟景天比较亲吗 她俩不就是认识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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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时间吗 她不就是长得比我好看 身材比我好 穿的衣服比我少嘛 我告诉你们 我一点也不生气 一点也不在乎 我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有点酸 酸 有醋味 醋 你们两个 告诉她 本姑娘要跟她绝交 叫她以后再也不了找我了 总之我心意已决 你 你慢慢讲 我怕我记不住那么多 你还记着吗 女人都是口是心非的 说的是不要去找她 说的是不要去找她 其实呢 就是等景天回来 让我们告诉景天 让姐姐去找她 哼 这种小女人行为 我才不屑呢 虽然我已不是唐家大小姐了 虽然我已不是唐家大小姐了 但我也是唐唐一代女侠 今后要独自闯荡江湖 我才不需要那个烂菜牙呢 我走了 喂喂 别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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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等老大回来 大家泡壶茶 边喝边谈 下有工作 这就是我作为女侠的回应 后悔无期 又不是 我得罪她 她为什么要提我呀 女人心呢 我还不回来了 死臭豆腐 怎么还不回来 难道她真的喜欢那个红衣女子吗 怎么办呢 又只剩下我一个人 真好 花瑜 至少还有你在 我知道了 就算所有人都离开我 你也会陪在我身边的 对吗 好啊 从今以后 我们俩就相互照应 再也不靠别人 我们就一起去浪迹江湖 再也不回这个烂地方了 走 出来出来 我们可以一起回家吗 回你个头啊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叫你别跟着我 王兄且能丢下龙魁不顾 你给我好好听清楚 我不是你的什么王兄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而且 我也不想跟你在一起 别跟着我了 知道没有 还跟着我 你信不我 打断龙魁的腿吗 纵使王兄如此决绝 龙魁也要与王兄在一起 王兄再也不能赶走龙魁 龙魁不要再孤单一人 疯狗狗狗狗狗狗 真是麻烦 你这是干什么 你真的疯了 犯不着人苦肉计吧 昔日 王兄不惜打断龙魁之腿 已决龙魁上战场之心 行行 别跟我说这些了 你到底疼不疼啊 龙魁不怕疼 只怕跟古入之亲分离 求王兄不要跟龙魁走 我 王兄 龙魁已长大 不用再受保护 龙魁懂得照顾自己 不会再哭 也不会再成为王兄的负担 行行 凤龙伤背着欠着他 王兄 你想起往昔 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了吗 没有啊 我是看你可怜 谁叫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 就是心太软呢 要不这样吧 反正我呢 马上要去闯荡江湖了 你就跟着我 我带你一起去找你哥哥 好不好 可是 没什么可是了啊 我告诉你啊 这已经是我的底线了 总有一天 你会明白的 王兄 王王王王王王 王什么王 不怪王兄 那龙魁怎么称呼你呢 叫我景天啊 叫我老大也行 只要别跟着这个猪婆 叫我菜牙就好 上下有序 龙魁岂能直呼其名 要不这样 你叫我看哥哥吧 可是龙魁 原本就换王兄哥哥呀 你能不能走啊 上来吧 嘻 大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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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阪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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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小妖 束手就行吧 不要再危害人间了 不要再危害人间了 小道士 只要你肯接我一招 我就知道你到底进步多少 长青尾收邀而来 无意冒犯 你这人间的罗罗 有什么资格跟我理论 人魔两道各自美正 互不相反 阁下归为魔尊 理应清楚 阁下拔出魔剑 令人间妖乱四起 鼠山已经全力抛救 为何阁下还要将情况恶化 请阁下就此收手 少废话 能死在本座手下是你的荣幸 接招吧 来者何人 竟敢阻挠本座 竟敢阻挠本座 大師 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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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娃后人 莫孙重龙 这人的事情不容你插手 绝对不信你伤害他 紫萱 琴千三世不疑不弃 大帝是女娃后人 爱情是她的执着 等待是她的宿命 你好大胆子 千万不要发呆的盯着一个女人 要不然 你会情不自禁的爱上她 这次我就放你一马 留着你的剑名等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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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柳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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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死 你不能再一次离我而去啊 柳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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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深远迁 你再度出现 我看见誓言 承诺在水天之间 回头看 你说 你心里面还有谁 你说啊 你说 你心里面还有谁 你支持我了 我要派长夜 马上下山 把这女子给我捉回来 她始终是女娲后人 与我们属山 应为同一阵线 我看暂且不能轻举妄动啊 我早就说过了 女人不可信 她既然不守信约 我们就应该惩罚她 她的确曾经答应掌门 今生今世绝不再见长青 然而这次她是为救长青才现神呢 倘若蜀山为此而追究她 也说不过去啊 我真不明白 长青怎么还记得她前生的事啊 我们不是把她前生的记忆 给封住了吗 记忆与感情互为牵连 记忆被洗去 但感情却如同那牵动傀儡的丝线 总不知道因为牵动了哪一条 便把记忆又再次勾出来了 难道把长青的感情也勾进去了吗 感情这东西啊 虚无缥缈 不知从何而生 从何而结啊 然而却极是固执 言之简韧催之忍弱 乃顺应心性 非一般外力所能毁之夺之 更何况长青之所以为长青 正因为她前心修道 却又对万物有情啊 长青是蜀山百年不遇的奇才 只要她苦心修道 定能够成仙 这就是天意 怎么能够让她为了前世的孽寨 再堕入尘世无坚苦劫的巨轮呢 谈何容易啊 他们俩的这一段感情 已经跨越了两百年 这一切都要看长青的造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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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切都要看长青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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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芳 叶萍 流芳 流芳 子萱 你怎么可以再见她 她将她送来这里 圣姑 神族物者 天怀苍生 神秘的先知 辅佐历代女娲后人 一心帮助子萱 勘破秦关 我心爱的人受伤了 我怎么可以见死不救 她已经不再是那个人了 圣姑 你看清楚 她是流芳 也是叶萍 是我的女儿 青儿的爹 她跟从前一模一样 长青 我还没有习惯这样子叫你呢 长青 你不要再执迷了 子萱 她还是她 她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她是徐长青 是楚山的人 她已经把你忘了 她没有 不可能 青儿道者 早已经将她的记忆封住了 可是她还记得我 刚才她还问我 心里到底有谁 就如一百年前 叶萍问我的时候 是一模一样的 她没有忘记我 任何的仙术 都没有办法 让她将我忘记 好了 她记不记得你 都与你无相干 如果她记得我 我却不在她的身边 她会多痛苦 多寂寞呀 怎么 你跟她相爱了两世还不够 今世还要再来吗 你不觉得 这是上天注定的吗 你混了头 胡思乱想 还是你根本就不会明白 因为你从来都没有爱过 我清楚知道 我自己在人世的责任 是的 作为大帝之母 我不称职 我的心 已经腾不出空间 再去关爱乞讨 傻瓜 你还要问 难道你真的不明白吗 是你 一直都是你 你难道忘了 跟轻微道长的承诺吗 你不是下定决心 不再跟她见面 不再跟她纠缠的吗 要好好重新开始 可是当我见到她的时候 我才发现 原来我 我做不到 你这样说真情 结果上了自己 这又是何物 这样消耗 只会让你加速衰老 你已经不是以前那个 不老不死的女娃后人 你已经两百岁了 老王 我不怕 真的吗 长青现在不过二十七岁 在她眼 你就是老太婆 不会再认得我 不 你想 她还会继续爱这个 年老四衰的女娃 不 即使她仍然爱你 但你也曾切切实实地经历过 看着最心爱的人 死去老子 你也能弄了那种伤痛吗 到今天 你想让她看你衰败而死 常是你曾经经历过的 伤痛女气吗 不 放弃 她只要好好修行 死生便能转化成仙 我愿成就她 但若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们以后就没机会在一起了 你有你的使命 这是你的命 子萱 身为女娃的后人 你绝不能自私 遵守与轻微道长的承诺 这样对你 对长青都是好事 她现在已经平安了 我们走吧 让我在这儿再多待一会儿 让我再多看她一眼 不可以 走吧 我不走 刘芳 叶萍 走 我 明明爱很清晰 却有几手分离 我只剩十年的前例 圣姑 请你帮我出去吧 圣姑 爱早已融入无息 不存在的存在心底 你 虽然很努力 练习着忘记 我的心却还没答应 可以放弃了你 真的对不起 答应了你不再爱你 我却还没答应我自己 明明爱很清晰 却要接受分明 我只剩思念的全力 难过还来不及 难过还来不及 就让爱融入空间 我怎么会在这里 我什么时候爬来的 我不是正在捉妖吗 我好像见会她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我什么都想见 不要忘记 偏偏又想起 原来我的心还没有答应 放弃了你 真的对不起 女王娘 可以告诉长青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 长青 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可以告诉我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却又如何真的不 爱你 只是欢迎你 云术 涮 firmly 多了 为不兴Assad 呈默着走了有多遥远 前太啊 一頭不然間 才發現 一直倒退 倒退到原點 倔強堅持對抗時間 說好了的永遠 斷了線 期許了不變的 卻都已改變 緊閉雙眼 才能看得見 那些曾經溫暖鮮豔過的畫面 漸漸都忘記 趕不上明天 只要用力的 找盡了想念 明天再也 沒有你的笑臉 漸漸的忘記 縫隙了世界 我只要印著 記憶的路線 到最深處 縱然那只是瞬間 作詞・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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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曲